端午节临近 疫情影响下 北京民众该如何过节 6月23号 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洁群表示 今年端午节 北京市不组织线下文化活动 结合我市二级响应要求 今年端午节原则上不组织线下文化活动 采取线上方式 云过端午 端午节假期 为确保公园 景区 乡村民宿等场所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北京市将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管控文旅开放范围 严格按30%限流 开放旅游景区 室外部分 暂时关闭旅游景区 室内部分 坚持旅行社 跨省游和机家酒业务 暂不开放 这个机家酒就是机票加酒店业务 对本市旅行社只开放北京人游北京业务 不接受本市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参团旅游 周卫明强调 端午节既要管好景区 也要管好游人可能聚集的非景区 让民众能够安全游 健康游 放心游 对公园景区 附近的区域 以及网红打卡地 风景秀丽的河道 沟域 道边绿地等游人可能聚集的非旅游景区 也要加强现场疫情防控 秩序管控和疏导服务 防止出现乱停车 野外烧烤 乱冷垃圾和扎堵聚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